我的我像是劉德華 你是劉德華 嗯 我覺得劉德華就是會有一種 你只要看到他在那邊 在鏡頭前出現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就會覺得充滿了幸福 然後我也會覺得 我只要你好好的很健康的 在那邊就好了 因為劉德華是一個很帥的人啊 基本上他留什麼髮型都滿成立 可是我 因為我受於臉的無關的限制 所以我的髮型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阿比妹妹說 我是阿比林輝君 創作歌手盧廣仲頂著音樂鬼才的頭先出道 2008年發行個人首張專輯 就獲得金曲獎最佳新人 近年來還斜槓 當演員也為電影獻唱 更接連奪下金鐘獎跟金馬獎 35歲就成為三金最年輕的得主 不過風光的背後 其實他也曾經歷長達8年的低潮 可能剛退伍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會就是懷疑自己啊 一定要相信自己 儘管他們不看好 一定要相信自己 那時候是過年前吧 過年前的冬天 心情很差啊 因為剛好返鄉的人潮很多 那車票也難買 所以我想說不然就走回家好了 這首歌的MV 就是搭配我從台北走回去台南的影像 今天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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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我輕輕摧去 睜開了眼 明天會美麗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首歌其實是 給我自己一個很大的鼓勵 會有這樣熱血的舉動 也是受到他最愛的阿公影響 剛剛在台下問阿公有沒有什麼話 想跟大家講 他說 被拿你講的阿 謝謝大哥 他年輕的時候 從台南到了北部 他最後是養魚 結果剛好那一年 超級冷的寒流 把所有的魚秒都凍死了 然後他也沒錢了 所以他 他連坐車回家的錢都沒有 所以他那時候是 用走的 從北部走回台南 所以我就想說 阿公這麼年輕的時候 這麼Rock 那我當然不能輸他 我身為他的孫子 尋著阿公50多年前的腳步 一步步感受本家的漫長路 徒步還漫倒 給了退伍的盧廣仲 信心的力量 因為前一刻的他 正陷入人生最迷惘的低谷 而回溯他的軍女生涯 最引起轟動的 恐怕是 原本招牌的馬桶蓋頭 變得壓 我覺得還不錯啦 頭型蠻好的 嬰兒的時候都蠻乖的 當時站在旁邊的媽媽 還不願意兒子的平頭造型曝光 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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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以前小時候都 我都是那個西瓜頭 媽媽是說我有什麼 媽媽小時候也喜歡看 比特斯吧 比特斯 比特斯 這看來就是朱大哥 有差 朱大哥是 這樣 然後後面還有 就是朱大哥是兩段 那比特斯 是 我不知道怎麼寫 對 大家可以回去 check一下比特斯跟朱大哥的 法理 其實有點差 層次有一些 有一些細節 不太 下面這裡 謝謝 因為我是服那個社會藝 社會藝的話 有時候就要出去參加一些 譬如說像服務街友啊 發食物啊 發什麼月餅啊 還有藝剪 就是幫他們剪頭髮的那個活動 然後我滿感謝當兵這一年 因為他讓我看到我以前所沒有看到的景象 譬如說 就拿街友這件事情來講 我就覺得哇 我們這個社會還是一直存在著這樣子的人 然後這樣子比較灰色的角落 因此他有感而發創作了這首歌 在我之前的專輯其實沒有這種 比較有點類似社會議題的創作 服役期間看盡人生百態 而他自己退伍之後 卻也面臨了一般大男孩一樣的無助的迷惑 其實那個感覺很可怕 當你每天都在唱歌 然後你可能今天請來在這邊唱 然後下個禮拜在這邊唱 就是你唱久了你其實會有點彈性疲乏 退伍之後有是因為創作瓶頸 就是我還在想說 就是我想不出來我到底要寫什麼樣的歌 其實也是因為我就是有點迷失自我 原本熱愛唱歌卻變得否定自己 曾經在房間痛哭 只能靠著酒精麻痺 我那時候有每天剛好都有喝酒 也不是酗酒的 每天剛好都有喝一小小口 各種 對感覺自己很成熟 我退伍應該是一個大人 可以好像可以從事這樣的行為 對反正最後就慢慢慢慢 就是你可以看出來 你好像從一個那個迷霧裡面 慢慢走出來 低潮後的豁然開朗 當退伍後的創作 融入了很多社會現況 我有一陣子有變成 就是手機上影症的人 就是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 玩遊戲啊 然後睡覺前也是 然後我視力就變差 度數增加這樣 因為我覺得很可惜 如果就是當你有時候 你明明世界就是發生一些很美好的事情 可能就在你旁邊 可是你往往因為就是關注 對手上的這個手機 然後你會一直錯過 你甚至會錯過你自己 不管是生活體驗 或是不替代義的所見所聞 都成了他創作的養分 而這一張純粹民謠曲風的專輯 更讓他入圍了 第二十八屆金曲獎 最佳男歌手 我這張專輯其實蠻 蠻絕對的 它是很偏激的一種形式的專輯 因為我們整張專輯都是用 完全不插電的樂器 錄完一整張專輯 所以他的風格其實很統一 所以我非常覺得非常開心 評審有聽到這樣的作品 入圍的七名男歌手中 唯一拿過金曲新人獎的就是他 一二三 我感謝爸爸媽媽 感謝我阿嬤 那個小時候一直唱歌給我聽 那一定要說 新年獎會擔心魔咒 你會擔心嗎 我覺得就是態度的問題 可能就是你一開始是 什麼樣的心情去做音樂 然後你就是一直 不要忘記你原來的那個想法 應該就不會吧 後來他真的突破金曲魔咒 重返金曲殿堂 金曲獎 年度歌曲獎入圍的有 最佳作曲人獎入圍的有 最佳作曲人獎入圍的有 得獎的是 恭喜盧廣仲 耶 在第二十九屆金曲獎頒獎典禮上 盧廣仲成了開場最忙的音樂人 連續兩次上台領獎 是典禮上半場裡最耀眼的人氣王 我覺得那一天讓我很開心的 有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媽 我媽其實她 她就平常都會很常唸我 我就說 妳說要回台南 因為她都很久都沒有看到我 所以 金曲獎那天 她可以打開電視 就可以看到她兒子 可以讓爸媽看到自己上電視 比什麼都開心 經常把家人掛在嘴邊的她 當初會接觸創作 竟是因為一場車禍 我開始彈吉他士 是高三 我表哥送我一把 他在那種吉他社的 買的吉他 木吉他 真正去鑽研算是 我大學一年級上學期 就是發生一個嚴重車禍 被騎車禍的時候 被公車嚇壞 不是被轎車撞 反正就對了 很複雜 對一個兩顆星的 就胖胖這樣 真的被公車嚇過 然後我的腳被捲進去公車底下這樣 然後腳就斷了嘛 開放性骨折 那個時候就很不良於行 我就要用拐杖上課 所以那個時候我可以 我就可以不出門 我就盡量都呆在宿舍 那呆在宿舍 唯一可以做的休閒活動 就是彈吉他 這是我的那個 第一把我買的吉他 然後它是我大一的時候 用奇摩翻買買的 然後是去面交 然後因為那時候腳斷掉 所以是我朋友去 去我捷運站報的面交 他來跟大家說說話 他就大家好 危機就是轉機 苦練吉他的盧廣仲 在大二那年參加創作比賽得了獎 認識了恩師 王牌製作人鍾成虎 他形容盧廣仲是被公車輾過的 音樂鬼才 鬼才 因為是小虎曲的 當然我是 在被冠上這個外號之前 我是真的在宿舍 每天都彈了 可能九個小時以上的吉他 而這位鬼才超厲害 靠著早餐走紅全台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這裡 在我們最熟悉的早餐店裡 不過你睡得多晚吃得多晚 真是沒有緣在這裡歡迎光臨你 對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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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每天都會吃早餐 我覺得吃早餐是一件 非常搖滾的事情 我確定每天都要吃早餐 就算沒帶錢出來 歌兒優則演 盧廣仲的電視處女座 竟然就當了男主角 阿嬤死亡人是你耶 來 他們知道你坐到那幾檔 阿嬤是老多少 你待會兒亂牽拖 而且人在彈牙的時候 也是跟醫生一樣 你說人生不死小孩 你咧 小孩生生在旁邊 你狗比較厲害 導演應該算是我的樂迷 就是他有來看我演唱會 他就覺得他所上的那個 花甲拿來的劇本 裡面的那個花甲的角色 好像 好像跟我有點類似 我給人的感覺 因為我跟花甲都是 都是鄉下長大的小孩 其實 我演的東西都是 曾經在我生命裡面 發生過的事情 比如說像 看著阿嬤的離開啊 然後那些什麼 長輩增財產啊 就是這種其實 都是我曾經看過 而且可能就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所以我並不 並不覺得我好像是在演出一個 跟我毫不相關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我只是把 盧廣仲的過去 然後搬到鏡頭前 然後我用花甲的身分 再讓他再發生一次 劇中讓人印象深刻的 還有這一幕 現出一幕初吻 盧廣仲這副羞澀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模樣 似乎也反映在 他的現實生活中 現在才過幾次戀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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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要 很難處嗎 對 四五五五五 五嗎 呵呵呵 其實我的 我的初戀 其實我每次在講初戀 我都 我 因為我國中 跟高中 都有一個 就是 就是分別 一個 很平凡講電話的 的女生 然後 可是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初戀 那初吻 初吻 初吻 初吻其實是阿 今天先不要講 曾經在我眼前 卻又消失不見 這是今天的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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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必談戀愛經過 但巨蟹座的她 倒是坦誠自己 很念舊 我對於 我對於 我對女朋友 然後就是分手之後還是 我們還是會是很好的朋友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 交往之後就 不能繼續當朋友 然後他們就會 安全斷絕關係 這種是蠻常見的 可是我是 我是另外一種 其實我有很多情歌的題材 都是我朋友的故事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朋友他們都一直談戀愛 我想說 談戀愛 就是 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嗎 可是他們就是一直在換女朋友 我就想說 到底是 也不會 不會啊 看到他們在吵架的時候 我就還好單身 她唯一一次大方公開情史 就是在2016年的這一場演唱會上 當兵的時候 我在成功的唱片 你知道那個時候 必須要排隊 排那個空空電話 然後每次 就是排到我的時候 其實我除了打電話給我爸媽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然後其實好像每次講另外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覺得 其實感覺就跟我現在一個女家話這麼多 對 我就是這麼無聊的一個 調款自己的戀愛經驗 但身為家中長孫 盧廣仲難道沒有被家人催婚嗎 不會催 但是他們有疑問過就是 為什麼我都沒有看過 廣仲帶女生回來家裡過 當然他們就是會有說那 因為我是長孫 對 所以他們曾經有跟我聊過 關於儒家鄉活的這一個問題 要跟阿公留唱一首 阿公喜歡唱的台語歌 我心得意 是我會的 你再要離開 我的心底 身為長孫的船中接待壓力 盧廣仲輕鬆看待 或許感情對她來說 並非必要養分 持續創作 才是她最Rock的態度 以上是我這回分享的故事 英文故事你有什麼心得嗎 換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喲 如果想看更多 也歡迎到台灣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媚的單元 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阿比 丁慧君 我們下回見 哈囉阿比Body 是阿比美媚的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隨時擁有水潤機 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我們下班 有時打開的 我們下班 請看